翹 狗人 繞 一名商圈 一拳 像遇到一個障礙物 要跨過去 的話該怎麼辦 不知道大家如何的翹狗人 那往後 往後起 大概就這樣放 那它可以隨著我的高度 不管什麼用 或是這麼小便 你要這樣子放 我們 這樣 這樣就放 所以呢 翹狗人是非常重要的 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布林 那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呢 我們輪椅組長呢 要去哪裡 我這邊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想過 就是我們身為一個坐輪椅的人 如果我們在路上 遇到一個障礙物 要跨過去 的話 該怎麼辦 因為如果說這個障礙物很高 那我們輪椅直接 直直的往前呢 又會撞到 而且 危險的話 速度快的話 可能坐輪椅的人 又會往前 翻 所以說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今天我們就想 讓你們看看 我們到底是怎麼克服的 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我家 這邊的一個路 那這邊 這個其實呢 它呢 高度其實還蠻高的 對 那 通常如果我們輪椅直接往前呢 就一定會撞到 所以我們呢 這個時候要怎麼克服呢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教大家 如何的翹狗雷 那當然這本人是有經過專業的訓練 好不好 我從國小大概小三開始做復健 就有學會如何翹狗雷 而且這個是有經由專業老師教的 所以呢 到 從國小三年級到現在 我將近 應該有二十幾年了 好 所以 本人翹狗雷的技術 就是最大的專業 好 那我這邊大概跟 跟你們分享 翹狗雷的技巧 很多人會覺得說 翹狗雷非常的危險 但其實我覺得 就跟你們騎摩托車 騎腳踏車 為什麼不會左右倒 我覺得跟那個的原理差不多 第一個就是我們 人呢 要重心 翹狗雷的 瞬間的重心要稍微先碰 因為我們推輪是 這個手是往前推 往前推 那翹狗雷就是要 拚著 向後 他就會往後 往後傾 下個就像這樣 那他可以隨著我的高度 越往前 屬於不會越高 就往後 他的輪子就會越低 所以 他這個是可以 控制的 好 那 再來就是 左右轉 其實就跟一般的 推輪雷的方式 也不是這樣 左右 這樣轉而已 所以 所以說 如果你抓得到 翹狗雷的技巧 其實 控制左右轉 就很方便 那當然 這個齁 如果你是做輪胃的朋友 你想要學 我還是建議你去給 要到專業的地方 比如說物件機構 他們有在專門教的 等你學會之後 你再來做 會比較安全 那 只要你一學會那個技巧 其實就很容易了 不管什麼用 都很方便 你要這樣子轉 都不是問題 在 出門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 所以說 像這邊有凹洞 那如果說 我們沒有翹狗雷 我們直接過去 我們就會到 卡洞的情形 而且 他這個衝擊 會讓我們可能會往前翻 甚至跌下去 所以說 這個時候 翹狗雷就是變成 我們一個非常 基本 而且必備的 一個技能 當我們遇到下 這樣的情況下之後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重心上後 翹起來 然後並且 過去到 這個坎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 解決掉 突起物 然後會導致我們 像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呢 翹狗雷是非常重要的 那現在呢 這裡是台東的 一名商圈 那我今天就來做一個挑戰 因為其實 如果說你們有來 逛過一名商圈 應該知道一名商圈 其實也算蠻大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來做一個小挑戰就是 我要翹狗雷 遇到 一名商圈 一圈 好 那這個衝到尾 等於說我的前輪都離地 只有用後輪 這樣子推一圈 看看我能不能達到 沒有試過 因為我自己翹狗雷 其實非常的熟練 但我沒有做過這個挑戰 所以說我想要試試看 看我有沒有辦法 就是一路推都是 用翹狗雷的狀態去推 OK 好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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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入口的部分 外面的盤子 往後會折到 走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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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根是小風 所以你也好看 這根本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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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